一个牵涉到社会安全体系的问题 否则老百姓最终还是受害 其实有一个最新的发展 就对于刑法跟这个刑法 实刑法的草案当中 他们即将要取消十年以上 而且致人与死案件的追溯时效 法界人士多表示认同 他们认为杀害人命终于 终于还是要被制裁的 而且这一类的案件 大都是非常严重扰乱我们社会秩序 如果只是因为他时间过了 即使发现凶手仍然无法追溯 其实对人民是没有办法交代 也无助于稳定整个社会秩序 所以相关的律师都认为说 过去认为案件过了数十年 即使新证据出现之后 也会有疑虑 不利于法的一个安定性 所以随着不管现在科技的日新月异 未来的侦查科技势必会更加进步 所以像先进国家 不管是日本跟德国 他们取消了这种杀人等案件的追溯习项 要证明是法的安定性 根本没有办法超越生命价值 目前法务部正在积极 就希望往这个所谓去修 仅限于巨人与死案件当中 希望更符合社会大众的一个认知 那其实不管说是社会安全 或是国防安全 那这两天我们牵涉到 一个重大的国防安全 就是列了一件这个案子 王定宇掌握非常多的消息 可是过去这段时间 我们发现的是什么 其实有很多是乌龙新闻 是假新闻 那这是陈静南在接受我们专访时 特别提到几个部分 比如说TVBS也曾经做了民调 列列件的相关时期里头 可以看出来对蔡英文政府 是有影响的 帮土瓦鲁造船 扣船私贷三千万美金 原来这是一个乌龙消息 是个假消息 包括了说 哎呀你跟蔡英文很熟啊 否则怎么在基隆去拦路陈静呢 他也特别提到了 我们发现呢 包括了脱模的时间 24亿有个提早付 从陈静南的论述里头 也许一一要查证 可是可以查证的部分 这里头有许多的乌龙新闻跟假新闻 我请你讲的是王定宇 这个情势的发展 很显然 马政选所决定的案子 可是重伤的是小英政府 到底出现什么问题 包括赖青的民调 也有重挫的情形 来你怎么解读王定宇 第一个我不觉得烈雷剑会伤到蔡政府 真的就真的 假的就要假的 我坦白讲 一粒一休的伤害可能比烈雷剑重很多 烈雷剑这个事情 讲一千次 不管讲真话假话 它真实就一个 也就是烈雷剑起标的时候 到评选的时候 到连带的时候 到把钱运到海外的时候 到连带通过 把钱掏空的时候 通通是在马政府时期 然后呢 陈庆兰也说 他跟吴敦毅比较熟 吴敦毅反而说 你看啊 你看那个陈庆兰在港边 拦那个蔡英文 两个人多熟啊 你知道让人家讨厌的事情就是 明明你们两个很熟 还坐在一起吃饭 然后拿一个相片 拿一个要喊冤的相片 就去抹蔡英文 我从以前到现在 我都相信 人民的智慧 你可以骗他一天 你没办法骗他很久 这事情的真相就这么简单 至于留用那24亿 我也讲了 从2012年 以前都都有 我就从2012年到2017年 年年都有留用 光庆夫的烈雷剑案 2016年3月 总统马英九 行政院长三上正 就留用了14亿 那跟这一次都一样的情形 然后什么陆勒英啊 说什么那个9月27托谋 还证实 托谋还要听过意大利认证 所以真的假的 我倒觉得最后查清楚 蔡英文政府就一件事情 会让期待烈雷剑 或国建国造民众要求 但是得到不满意 就是你办这个案子的态度 你能不能让大家觉得 你雷厉风行 惩奸除恶 你说你掌握的关键 金流什么意思 金流很有意思就是 今天财政委员会 也在追这个事情 我们要亲父母去借地下钱庄 等等什么事情 这个还来自于 前今晚会主委曾明宗 向现任的今晚会主委 顾立雄 我是觉得有趣 得到这样的一个证实 曾明宗 比方说他一直在问 这个冯世宽部长 你的态度是什么 你当时态度是什么 冯世宽就一直摇手 带着微笑说 我当时不是部长 当时曾明宗 你是金管会主委 就像当时这一个贷款 这个17.6亿 他另外活存里面的16点几亿 从地下钱专借来 当时是20131415的时候 你现在去质疑这个 或揭露这个 我真的不晓得 这叫做揭币 还是自我赏耳光 我真的搞不懂这个东西 那事实上那一笔钱 后来欠付高雄银行那一笔 17.6亿 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后来的沁阳 也就是海科馆的连带的 主办银行 是土地银行 而土地银行 怎么会是关高雄市的事情 土地银行那是中央政府 也是财政部 也是你金管会 金管会当时的主委 叫曾明宗嘛 所以欧龙谁得 可以骗一时 但我们就把一个证据 一个证据列清楚 你到底在指控谁 就像指控流用 那蔡英文政府流用一次 马政府流用七次 那你是否要把流用 通通移送法办 我最后要讲一个东西 我们最近在发现 一个金流的现象 我们从银行的财报发现 欠付预计这件案子 列入这件案子的成本 它投入成本要302亿 获利标案标了349点几亿 所以大概获利 可以获利到47亿 接近50亿 然后我们看 所有的金流的流向 其中汇到海外去的钱 整个加总起来 我们现在掌握到的是 49.33亿 你有没有发现 跟它预计的获利很接近 对 然后汇回来台湾的钱 是13点多亿 1.12亿而已 跟主张利润 就是302亿跟349亿 这差价的利润 的30% 我们讲15亿 市场应该是134亿那边 汇回台湾的13亿 跟这个数字也很接近 离奇的巧合 那汇回来的钱的金流 在这边 这是从海 出到海外去又回来的 出到海外去 你看汇回来 从AZ公司 L3在新加坡 还有这个Harperstein在澳门 AZ呢 AZ的账户叫做Harperstein 这三个账户 在新加坡跟澳门 它汇回来台湾呢 整个加总是 4300多万美金 也就是13 将近14亿台币 汇回来的钱 大家仔细看我画红线那边 全部都是公司公司公司 公司公司 只有一个是个人 叫做李伟峰 就汇回台湾的钱 通通都是公司 而这些公司 掌握印章管钱的人 是陈静南的太太 而回到李伟峰身上的钱 是 有出去 有出去 一部分回到庆富 那还有一份去哪里 你为什么汇回台湾 这些都是人头账户 把钱洗出去的 那洗出去汇回来的134亿 跟commission 跟那些仲介 要求的 黑小钱 是 百分之三十 差不多 回来的钱 就一个个人 就是李伟峰 这是一个 另外呢 汇出去这49.33亿 有一家公司 叫做沁达 沁达 QD公司 不是也是庆富造船的 香港公司公司吗 QD香港 就是沁达香港公司 QD香港公司呢 主办什么呢 东三岛 解放军的军区 让他弄游乐园 那我们就查 很奇怪哦 你汇到AZ 汇到L3 新加坡 你汇出去的钱 你看 我光查到一笔 汇到澳门 Harper Stand AZ公司的人头 叫Alex Young Young 是以英文为主的 那这汇 光这边就汇了9亿 另外这里呢 L3 Capital呢 汇到新加坡 L3 Capital 汇给这个人 叫做J.Hee Young J.Hee Young呢 这边就 光这边就汇了5亿台币 明目上是说要买 烈雷剑的声纳采购 然后就把钱洗到了这两家 根本不是国防部的契约商哦 是 就出去了嘛 那这两个人民 我们再去搜索出来 QD是不是欣赴的直接公司 QD是欣赴在香港子公司 那QD里面有陈伟志挂 董事跟实际的负责人 然后这里面很有意思的是 接下来这一个叫李维峰 挂QD沁达公司 也就投资东山岛的 他挂叫做 技术总监 技术总监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扶正当董事 这里看到这个名字怎么样 Alex Young 又是Alex Young Alex Young是不是 洗钱出去9亿台币 在澳门的这个Alex Young 他竟然挂QD公司的什么呢 执行长 沁达的执行长 那这个女孩子 是不是就是他 杰希 Young 杰希 Young呢 竟然挂沁达在香港的 沁达的什么呢 他的研发长跟技术总监 还有董事 然后这两个人 这两个中文名字 我先保留 这个叫Daniel Cian Cian先生 这不是Cian梁健 Daniel Cian 他挂这个QD公司的投资顾问 投资什么呢 东山岛 可是我后来去查了他 他是沁辅造船公司 某一处的处长 这一个人叫做David Ben David Ben 他挂沁达公司香港 投资东山岛的 东山岛的专案 Project Manager 专案经理 PM 可是他竟然也是 沁辅高雄造船公司的处长 也就是 你如果把这个金流 你就会发现 我留到澳门新加坡的人 跟庆富在香港成立一个投资中国的公司的人 跌在一起 都完全一样 那你的钱到底去哪里 然后呢 从澳门的钱跟新加坡的钱 又留回台湾 而搜索的李伟峰在香港庆达也挂技术总监 又回到他这个名下这边来 所以这整个金流 调查局的洗钱防治处 现在正在追 我光讲这几个串点 我相信电视机前面朋友光看这一块 你大概就看到这个钱是怎么洗的 这标准就是洗到境外 绕个圈圈 又回来到一部分到一境内的一部分 所以来我请教的是来寇寇姐 不管是相关的民调 对认为蔡英文在处理列列件 行政调查 赖清德透过了施俊迪的副院长 也启动行政调查了 国防部也公布了陈储名单 可现在从TVBS跟美丽岛电子报 民调当中似乎显现 对他是不满意的 有人觉得这是是非不明 一个揭蔽先臂的人 到最后重创最严重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包括赖清德院长 这段时间他做错什么事情吗 为什么民调会呈现有下滑的情形呢 他民调下滑跟一个新任的行政院长 他处理的事情 一开始处理的事情是 比方是游泳池里面 这个比较浅水的地带 他现在处理的事情 就已经进入了游泳池里面的成人区 深水区 据说他自己在那部会议里面也说过 说他前两个多月 所处理的这些事情 已经差不多平顺 但是现在这个深水区就是 在游泳池大概就到嘴巴 鼻子这边 必须非常戒慎恐惧 因为看到一个民主国家 我们的民意 它的基本的反应 其实某种程度是公允的 因为赖清德院长在被问到 列雷剑他要不要负责的时候 其实他要负责的比例是非常低的 只是个位数而已 对不对 可是这件事情 为什么列雷剑这件事情 会引发大家对民进党政府的高度的质疑 还在于你危机处理 其实列雷剑跟当年的赵峰案是一样的问题 就是前朝所留下来的疑患 现在政府在处理的时候 他有鱿鱼有富人之人 而每次在关键时刻 当大家等待 你要有一个快刀转乱麻的时候 结果拖拖拉拉 林全院长他被赵峰案 去年的8月19号的冲击是非常大的 因为当赵峰案发生的时候 我记得在记者会 他自己亲自主持的时候 很多人都期待他可以赶快地 让人民觉得有是非 就是把赵峰那个时候的总经理徐光熙 把他彻职查办 或者是请徐光熙走人 可是那一天的记者会 据我知道民进党委员事后告诉我 民进党的立委 有人告诉他徐光熙应该换人 可是他下不了手 他那天下午的记者会里面 徐光熙当时在当任赵峰的 对 他是彭怀南的连经 所以这些说法 他当时当任赵峰的总经理 总经理任内 处理的这些事情 那后来徐光熙连夜还到美国去处理 但是民间的这个反弹的声量很大 所以就徐光熙在美国的时候 被请辞 结果无法反过来弥补林权院长 处理赵峰岸的所谓的金融帮 财经帮的那个连带的 没有办法光明磊落的 这样的一个缺点 使得林权院长的民调就一直跌 英权政府的民调一直没有办法返回 大家难道没有发现吗 这一次我觉得最莫名其妙的 就是国防部 明明赖清德的这个施俊级的这个调查小组 他已经公布了 而且撤职了蔡庆年第一银行的董事长 大家都期待 接下来的礼拜四 国防部在前一天晚上 大家准备好你第二天要公布了 结果你前天晚上告诉我们说 这个名单要延后 你凭什么延后 结果呢 所以就这个动作就重挫民调吗 这个动作影响这么大 很多的事情的是非对于你的领导力 就是有一个快到转乱麻的一个魄力的展现嘛 结果国防部长到隔一个礼拜到立法院 还说他下不了手 还说他什么什么这个灰类转马术 你讲这些话不是气人吗 那蔡英文总统就在军方的各种的这个 没有胆势的相互的这种同袍的 冠冠相互之下 不得已最后出手 可是你最后出手的时机 就已经超越了 已经延误了人民的期待嘛 所以我们的人民是公允的 完全是公允的 那至于那24亿的问题 那你国防部第一时间 你为什么会出错呢 你为什么已经这个给了钱了 你还到立法院里面去说我没有给钱呢 你没有给钱你就说清楚讲明白嘛 那接下来你讲司法啦 这件案子大家看到的是 列雷剑的这个陈庆南的父子 他们还在外面趴趴走耶 那其他的人呢 你在抓江青梁的时候是 拿着长枪短枪到人家家是翻墙 到人家家对着人家夫妻两个人 我听了小潘潘说 他是坐在那边有人拿着枪耶对着他 你们抓一般老百姓是这样抓的 你们的这个连那个蔡政员都还要一千万交保 还把它关了快四个月 那为什么这个人可以不关呢 我是比例老百姓啊 我的看法就是这个司法 给人家的这个情绪 是有不同的标准吗 那不同标准 当然都算账算到民进党政府上了 那再加上一粒一休这件事情的这个处理上面 我认为其实在一粒一休上面 所以你认为是一粒一休有影响 当然赖清德院长的处理是 现在是说一战成敏的蒋万安 可能在国民党整合之后 会变成一个超级强棒 当然这个明星是出来 因为这个不在于他对一粒一休的态度 而是在于他这个人 在这个台湾政坛上 对相对于国民党的沉寂 他所带来的某种的蜀光和黎明的力量 蜀光 所以你认为国民党如果提名 他可以打败柯文哲 你认为国民党如果提名 他可以打败柯文哲 我不知道他要不要选 因为他现在有说不选 你讲蜀光跟黎明对国民党来讲 如果蒋万安出来选的话 那民进党一定不会推人 据我现在的判断 是这样子啊 因为民进党不敢推人 因为如果说是蒋万安选 那民进党如果推人跟柯文哲选 那蒋万安一定会当选嘛 因为这些蓝的票 不会投给柯文哲的 蒋万安代表国民党跟柯文哲选 你说蒋万安一定当选 请恕我从蓝营出身 蒋万安有蒋家血统 他吸蓝营的票绝对没问题 不是 你如果讲蒋万安有蒋家血统 但是蒋万安的蒋家跟连家的买办是不一样 我觉得这要公允 这在台湾的年轻世代对蓝队 已经没有任何的这个意义 讲的是人 那柯文哲是什么 柯文哲是什么颜色 柯文哲的说谎 柯文哲的这个邪门 柯文哲的不正直 代表的又是什么 这个代表的不是蒋家所传送下来的政治文化吗 从这样子相比的话 那怎么看呢 我不认为一粒一修给了这个国民党一些舞台 而是蒋万安趁势在一粒一修当中 他站了起来就像徐永明一样 因为反对的势力在民进党执政民主的原则之下 人民是有期待的 那执政党是有执政党的包袱啊 所以我认为赖清德院长 他回到了这个 也不算崩叠嘛 他回到了一个基本盘 来这个蒋万安在首都引起的部分 但是我要回到这个民调的部分 来这个民调的部分 我一分钟就像刚刚讲民调 因为刚才那个案子 检调你动作一定要快 因为就在这两天 欠付投资云霄县的案子 是 那个时候福建省 中国福建省的负责的人 苏树林 就是福建省省长 当时的国台办副主任叫拱清盖 这两个人现在关起来了 陆域 那如果 那跟他有什么关系 你这边 他们在陆域都是因为涉滩 他们这两个人 刚好跟庆夫在投资云霄县光电学院 那个案子 都是他们两个主事的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一直相信我们台湾的司法 一定比中国先进 我们在办这个案子 你的魄力跟进度不赶快办出来 你万一是中共那边先办魄的话 你这边就很难看 来我想请教 从美丽党电子报跟TWS民调里头 让国民党真的吗 我看应该是群其大反攻 认为是策略上奏效 是这样子吗 跟国民党民进党没关 我先讲一个 我等一下再来讲满意度信任度 或者其他个别 为什么没有关 我们看第一张表格 政党的好感只有两个procent的上下 所以多数不大 对对好感度反感度 这是这已经做过十年以上的调查 算是非常稳定了 2013年底 2013年底才翻转 就是黄金交叉 国民党第一次输给民进党 以后就到现在为止没赢过了 直到今天民进党还是赢 只是比上一次大概 大概要在三个月以前的政党 好感度敏感度差两个procent 可是民进党要警惕 他现在有在 国民党再增加两个procent 都是二个procent 你能不能看到都是二个procent 反感度还是国民党大 可是他跟民进党反感度已经靠近了 只差两procent了 好感度差到将近大概还有六procent 原来已经快到十procent了 通常十procent的好感度 它那个板块的意思 差不多就是5545的概念 因为中间有三成是随人的 我们现在讲政党的比例来讲 每个人都告诉我 现在整个板块是不是 还在蓝大绿小 我每次说错 你只要看到这个民调就知道 现在政府的执政 其实民调很差 我马上来讲 可是政党的这个好感比例呢 好感比例还是民进党好 国民党差 可是在拉近中线 只差到六procent不到了 原来也只差到十procent 最高的时候十一procent 就是说2014年为什么可以大赢 2016年为什么能大赢 那个时候政党的比例 都差不多十一procent多 现在赢到了五点到六点多procent了 这个当然要警惕 可这个满意度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那如果不是国民党跟民进党 跑来跑去 谁满意度到底是谁呢 蔡英文跟赖金德双双下滑 我用一个数字你就知道 我只用蔡英文的满意度 你就知道了 我用蔡英文 因为他的趋势是一样 我就不要重招 两个黑板 你看他的满意度2857 这个不满意57 很清楚 我用他支持度最高 最满意的地方 云家高频吧 你自己看看 是 高频地区53的人不满意他 这谁在不满意他 连高频也过半 高频53的 云家也过半 原来这个地方的选票 他拿了六成票啊 现在他的满意度都只有三成 三成五 你自己想想看 是自己人倒戈 自己人倒戈 我如果对照 那那个年龄 我就不要再说了 年龄的话 只有六十岁以上的人 还是满意的多于不满意 只有六十岁老人家 全部年轻人中间的 全部都是 都是不满意 大于满意 大于满意 也都参了两倍以上 只有六十岁以上是 六十岁以上 满意的大于不满意 只有六十岁以上 就换句话老人家 对现在政府还算满意的 其他都是不满意的 非常清楚的 可是你的六十岁以上 不满意又四十三点九 不满意 可是这也只有差到十几 这都有两倍 差距比较近 差距比较近来 不满意的还是多 不满意还比较高 对对对对 我现在用信任度来看 四个人 你就知道差别在哪里了 来认证我刚才讲的话 因为信任度跟满意度 在刚才这个民调 这个叫美利老民调里面 其实是细节是一样的 所以我就超一个 你看啊 蔡英文的信任度 在国民党只有九趴 九趴人 可是民进党有六十四点九只有 民进党信任蔡英文 只剩下三分之二的 他刚当选的时候是八十八点几 他现在六十四 你看赖清德 信任了还是有八九点八九十啊 这个就是民进党真正的王嘛 这天王嘛 你看民进党 民进党信任 你看赖英文 八十九点八 八九点八就九十八嘛 对对对 九十八数的人都知道 民调九十八的意思 就可到顶天了啦 是是是 没有人搞了九十五 就没有了 这个就顶天了嘛 这就全部民进党信任啦 可是小英为什么少了三趴 三十三十 对为什么 二十五三十 这不在问为什么 不是因赖体制吗 所以就可见 小英要自己知道 你要小的 我光看这个 你就知道为什么赖到 赖到什么 你看这个 谁负责 对 列雷界 列雷界谁负责 小英十三点六 赖清德只有一点七 但这个你就可以 反映刚才那个民进党 对他不满 你以为这十三点六是谁啊 国务二十八点四 大家都知道 马英九还剩二十了 还要负责任 换句话说 列雷界跟民进党没关的 小英还要十三 小英要十三点六 小英有一点责任 可是赖清德一点刮痕都没有 可是一力一休就不一样了 一力一休 赖清德会受到一点小刮痕 这个小刮痕我必须说 恐怕是时代力量 真正绿营的人 还有什么 新北的民意代表 如果等个人造成 我想这一点 恐怕他们自己要烦心 我就不要去说没入会 不休也不行 休了 休了 现在问题好像也一堆 对啊 我觉得苏安智 苏安智今天写那篇文章写得很好 整个的观念就是一开头 从去年就任开始就拿了国民党那个名词出来用 用到现在转不了弯嘛 一力一休 全世界我到现在不知道怎么翻译给外国人听 什么叫一力 周休二日不是挺好的周休二日 你把例外当作原则 创造了一个名词叫一力一休 周休二日有个例外就好了嘛 有个例外就周休二日 所有的基础都做 我当时也跟林学说 听起来好简单 好简单 周休二日你要做工 我就让你有一天可以做工 到多少小时记住 就告诉大家周休二日吧 不停嘛 到现在把例外放成原则叫一力一休 再也没有人理会你了 帮死事情 随便你怎么改 劳工反弹 资方反弹 你稍微一样 这资方反弹 这太可惜了 一力一休 这一次的修改 当然是应该 可是居然还 还让劳工没有能理解到那个地步 我实在觉得太可惜了 不过这一点没办法 政治就是如此 你必须要讲清楚 你看那个信任度 我在讲赖清德的信任度 他居然国民党 小英只拿了9% 那等于是没有 国民党 国民党给赖英德的信任度 40% 国民党支持者 40%是支持赖清德 信任他的 信任赖清德 你可以知道 理性的 理性的 你可以想象 你可以想象 他当然58%的人不信任 还是 可是40% 将近一半呢 你可以想象赖清德 为什么信任度会那么高 满意度会那么高 满意度为什么还高于不满意度 那小英当然都翻转了 翻转都快 都快一倍了 这个非常严重的 那你看柯文哲 柯文哲民进党的 我只用一个数字来跟你讲 不信任度到25.4了 上次只有23 现在越来越高 18 24 现在到25了 民进党的满意度 信任度只有六成 所以他国民党信任度蛮高的 51 40 过半 所以他有一半的票是来自于国 信任度有一半是来自于国民党 这一点他自己要警惕 因为他有一半的制度来自国民党 这个民调很可惜 没做蒋万安 对 我很同意蒋万安会成为国民党台北市 一个新的希望 可是说赢 现在太早 理由非常简单 因为蒋万安 我很早就说 他真的很会挑议题 他耐了那么久 挑了个一例一休 真的挑的很好 你赞成名 而且他现在又挑了个新议题 我觉得挑的太好 他挑了什么新议题 什么新议题 叫转型正义 他居然跟政治受难者互动 然后就在立法院推转型正义 我跟你讲 没有人比他更会挑议题 这个完全是可别 2013年的状况 可别2013 2014就是完全在挑议题 放讲话的那种出头 慢慢慢慢从下面就往上挑 蒋万安现在完全学了这一套 当然可别最近还好 最近他封口了嘛 所以就没犯错 可是蒋万安就出头 不断的 你看 我觉得相信他下一阶段 如果在一例一休 在转型正义的法案出来以后 他又开始 他完全没有长辈的那个包袱 他完全没有那个两奖时代 他就往这一例一休上面冲 政治档案要公开 要如何要如何 你可以想象到他的 但是有很多是民进党支持者 对啊 所以 转型正义的这背后 非常多民党 昨天有受难者的家族 当面谢谢蒋万安 是 你想想看他 像洪维健导演 他一直觉得说 他民进党政府 你们到底在做什么 所以了 这么久了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韩文健他们都是长期 比较支持民进党的 对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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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错 所以你会知道 从这些民调啊 这个是超 最后结论是 超之在己的事情 一句话啦 好消息在哪里吗 执政党要翻转民调 你告诉我这半年 好消息在哪里吗 要秀一名 摊开报 摊开报上 就是反弹 批判 上街 有些事情上街 是合理的嘛 像年金改革 你上街 可能社会的氛围 是挺你的 你再上街 社会越来越挺你 可是现在的好消息 在哪里 好像没听到了吧 如果自己的政府 不三不五十丢 至少丢一个 这一点我也不做 不做 那点也不做 那也就 那当然我觉得 这个满意度会停下来 会稍微会 会坡度会往上 可这一点非常重要 赖清德以个人的名声 现在还顶住了 他的满意度 跟民进党的支持度 如果赖清德都失守 如果立马院 不是 国会 如果这个 包括行政院 如果赖清德都失守 我真担心民进党将来 整体 我刚刚一开始讲的 民进党的好感度 如果掉了跟国民党 不相上下 那个十年 那个要翻转是 非常非常难的 那个东西要翻转 一趴都很难的 他居然一靠近到 现在只有 两三趴的这个 上下了 这一点对民进党来讲 绝对是个警惕 所以国民党的 全面的一次排开 一场一场记者会 就政治层面来讲 真的是奏效吗 你认为蒋万安 代表国民党的可能性极高 而且真的可以成功 打败柯文哲吗 来 世伟兄 我想国民党 不能够见列欣喜 国民党还是要战战兢兢 那当然党中央 没有预设的一个人选 大家对于蒋万安的 这一个表现 然后大家对于 他这阵子的一个表现 我相信他还是一个 年轻人 第一届的一个立委 然后第一次的一个民意代表 或许他的一个家世背景 大家会觉得讲说 他好像有过去 这一个信奖的 过去的这个委员体制 然后他的阿公 我经常这样说 人家说是大人没险 是小败 是小败 也没法度认为是大人的出身 这也是没法度认为 但是我们要看讲说 他现在的一个表现 选民赋予他 他在立法院的一个表现 他是不是有学习的一个态度 过去他在参选立委的时候 人家没扣他的是大人 但是他靠他自己一步一脚印 得到选民的一个青睐 他到立法院去的时候 你看到在去年这个华航空姐 他们罢工的时候 那个时候蒋方安委员 也是被批评 或许他那个时候没有经验 但是他肯学的一个态度 他这样子一路走过来 你说一力一修 他是党团的一个 一力一修演绎的一个召集人 我相信他对他选民的一个负责 你说未来他对于 这个转型正义的一个议题 他也做关注的话 我相信这也是 他立法委员应有的一个职权 但是不管如何 我们党中也讲了 你要参选台北市 你本身要有意愿 不管讲说未来有 包括了这个丁锁中委员 或郑立文前发言人 甚至于公安委员 他也要自己有表态 如果大家对于他 其他他自己不表态的话 他自己没有那个意思的话 我相信大家也只有能够鼓励 你讲的很关键 像我问他 他说小薰姐你知道吗 我现在到地方 还是有人劝我 这一次不要选 要不要等下一次 所以他现在等于在 严肃的评估当中 你们现在要把 讲万人包装得这么完美 他本身是威权家庭出来出身 没有包袱 要讲处传 很好 他也是中国国民党党团的一员 当处传条例送到立法院的时候 是谁挡下来的 是中国国民党党团 然后现在说 赫兰文的麦工程 给我把行 很多事情 只有在做决断的时候 才会显出你的价值跟态度 问沈大哥 旁观者亲 四五个月前 我参加一个聚餐 那个是台北市最有名的财团的 顶尖的 他们就说 国民党要选台北市长 一定是蒋万安 他们已经拍板了 为什么 为什么一定是他 他们觉得这个是一个立委 他万一选输了 他继续干立委 他们讲的话 我后来为什么相信 因为警政署署长要调动的时候 他们居然在十天前就已经说 打电话告诉我说 要换了 过了一个礼拜 居然就动了 所以 我绝对相信这些财团 我要提醒大家 检察总长颜大和今天南下 他在高雄地检署召开记者会说 假设有人在国建国造专案当中 舞弊 司法机关绝对侦办到底 非常谢谢各位 明天吃